一向体壮如牛的翠花,今天却病倒了,躺在地上蒙着毯子,一动也不想动弹,不知道是不是近来太过劳累,又或者在牛棚,山风太大有些着凉,现在翠花感觉浑身酸痛,四肢无力,躺在地上不想动弹,几个孩子倒是毫不在意,在母亲身旁蹦蹦跳跳,显得格外开心,只是翠花这一倒。 几个孩子的晚饭便没了着落,天来不得不从牛棚赶回来,准备给孩子们生火做饭,其实他们当地人煮饭极其简单,即使天来不回来,儿子小栓也能应付,只是天来本听妻子生病也想回来看看,而且昨天原本是翠花生日,天来完全忘记了,导致翠花生了一天的闷气。 今天听说翠花生病,天来连忙回来献些殷勤,到家后坐在地上,开始煮饭,将玉米面用碗舀着,加入饭锅中大火炖煮,一边搅拌一边询问着翠花的病情。 翠花眼见天来这么关心自己,心里高兴,病情似乎也好了不少,便坐起身和几个孩子玩耍起来。 天来和翠花其实感情不错,小两口刚结婚时,也是如胶似妻,恩爱有加。 翠花想当初天来还是英俊少年,翠花当时也是懵懂少女,两人怀揣梦想,想要改变未来的生活,奈何受制于当地环境限制。 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祖辈们的老路,在家生儿育女,过着男木女耕的生活。 天来对此也是心有愧疚,平时对翠花也是言听计从。 翠花这个人,面狠心软,大大咧咧,只是有些邋遢和不讲卫生,家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乌七麻黑。 翠花家的房屋其实在当地还属于比较好的,结构坚固,户型也方正,只是屋内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加上翠花从来也不收拾不打理,所以看起来才会杂乱不堪。 请继续观看,三十岁的翠花却活成了五十岁的模样。 翠花今天有些身体不适,天来便从牛棚回来照顾。 孩子们难得见到父母团聚显得也是格外开心。 两口子一边煮饭,一边看着眼前打闹嬉笑玩耍的几个孩子,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 两口子现在很少有时间独处,翠花也只有在此时,望向天来的眼神才再次充满温柔和迷恋。 春季来临尼泊尔大山之中,野菜开始生长,严冬已经过去,这种小野菜看着有点像咱们的寂寂菜。 要是用水焯一下加点醋和辣椒用来凉拌,倒也会格外爽口好吃。 这种凉条寂寂菜,配上一个刚蒸好的大馒头,我一个人就能吃两碗。 可惜他们并不会做所有的食物,他们都是直接用水煮熟即可。 天来一次,摘来满满一筐,将闷油油的寂寂菜用镰刀切碎。 当地的男人们一年四季很少回家,都是在山上放牧补贴家用。 高海拔的山岗上日光充沛,山风凛冽,天来被晒得皮肤又黑,本来也不过三十岁的年龄,看起来却有四十五六七八岁的样子。 女儿一般都和父亲亲近,三女儿依偎在父亲身旁,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头发也理得特别短。 主要在于他们不爱洗头,也就属三女儿最为邋遢,头上经常爱长狮子,所以不得已才剃了光头。 孩子们今天特别高兴格外开心,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翠花坐在一旁,时不时的打眼偷偷望着天来,露出了少女般的迷恋和依赖。 翠花难得能流入出这么柔弱的一面,贫寒的家庭,杂乱的环境,挡不住孩子们的开心和快乐,东躲西藏,蹦蹦跳跳,呵呵大笑,打闹嬉戏。 这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也是这一家人最为温馨的时刻。 请继续观看,翠花一家今天又要撸草,天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一刻也不肯闲下来。 眼见翠花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便从二楼背下一筐玉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起玉米来。 当地人一切都是自给自作,这种白色的墨玉米是他们的主要口粮。 翠花坐在炉火旁,架上五把的炒锅,锅中倒入一丢丢食用油,撒上咖喱粉小茴香准备炒菜。 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受印度影响至深,做什么菜都少不了咖喱粉。 其实咖喱粉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特别对于他们这种每天躺在地上睡觉的人,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洗好的青菜用水稍加淘洗后,一捧一捧塞进炒锅中。 翠花做饭不需要思考,从来是有多少煮多少,经常掌握不住一家人的饭量。 青菜太多炒锅太小,很不好搅拌。 翠花吃力地用铲子将青菜翻炒后,随手丢入几粒粗盐。 这也是他们所能用到的所有调料。 盖上盖子,大火焖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 青菜煮软后,看起来软烂如泥。 从炉火上端下来,准备吃饭。 煮好的面团铲在平底盘子上,配上煮烂的青菜和菜汤。 一家人团团围坐,用手揉捏着食物,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食物虽然有些简陋,但此时却是一家人最为轻松的时刻。 孩子们挤在父母中间,享受着难得的关爱。 就连翠花家的小猫也能分到一点青菜吃。 孩子们身上衣服沾满污垢,双手屈黑油光发亮。 在我们看来,多少有些不太卫生,不过他们早已稀以为常。 孩子们也并没有因此拉过肚子。 天来扭头看了看几个可爱的孩子,又抬头看了看翠花。 嘱咐翠花生病要多吃点饭。 说完便低下头,心里多少有些愧疚。 眼尽妻子三十岁的年龄却活成了五十岁的模样。 一家人跟着自己吃苦受累,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天来抬头看了看屋顶,眼光有些迷离。 作为男人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而翠花当初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她。 天来暗下决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感谢观看,谢谢观众,下期更精彩。 在尼泊尔,没有最穷只有更穷。 你永远无法想象到贫穷的底线。 眼前这一家人的现状,远远超出了摄制组的想象。 已经不是家徒四地所能形容的程度。 这里是尼泊尔翠苏里的山区。 社会援助摄制组,沿着村长的指引, 徒步六小时,穿越山间小路和荒草树木。 终于抵达目的地。 此时天色已晚,要造访的主人显然已经入睡。 但是摄制组依然不得不打扰, 已经进入梦乡的这一家人。 虽然大家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看到眼前这间破旧不堪的窝棚时, 依然很难将它定义为家。 两块木板将门虚掩。 对于四处裸露的窝棚来说, 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 打过招呼之后, 得到允许, 大家方才进入。 窝棚内凌乱的物品随意堆放, 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女主人米拉已经和孩子准备睡觉。 她们没有床, 在地上铺着的一堆破败免许之中, 躺着她和她的孩子。 孩子还很小尚未断来。 黑暗中刚刚醒来的米拉, 眼睛显然无法承受摄制组的灯光。 于是摄像师连忙将灯光亮度调低。 米拉的床铺, 就是一堆不知何年何月的年续。 翻开时, 我们依稀看到四处奔走的小墙。 幼小的女儿醒来后, 四处寻找妈妈的怀抱。 米拉的窝棚环境实在太差, 围栏只有半米多高, 完全阻挡不了任何野兽。 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人烟稀少, 夜晚没有灯光, 伸手不见五指。 可想而知, 她和她的孩子们, 每晚要经历怎样的挣扎和煎熬。 米拉一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 她有四个孩子, 孩子年龄差距较大。 眼前这几袋玉米, 就是她和孩子们的口粮。 玉米由于疏于管理, 掌势不好收成很低, 很难维持她一家人的生计。 从交谈中得知, 米拉老公一年多以前外出打工, 之后再无阴性, 生死未卜, 只剩下米拉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 这可能是你从未见过的贫苦家庭。 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四个孩子, 床兔就是一堆不知何年何月的棉絮。 翻开时, 我们依稀看到四处奔走的小墙。 它的窝棚年久失修, 其实还不如附近, 有些村民的牛棚更暖和一些。 用竹片蒲苇, 树干乱草, 胡乱堆砌而成。 显然并不是一个永久性住所, 但是米拉已经在此生活了十几年。 被絮中包裹的婴儿, 看上去白净客人。 由于受到陌生人打扰, 有些害怕不停啼哭。 米拉只好躺在被子上安抚着女儿, 漆黑的棚顶, 已十分破败。 四周凌乱, 处处凋零, 似乎诉说着这一家人的不幸, 也让我们看到米拉一家人的生活窘迫。 家中的一切, 都是破败不堪。 但这就是她和孩子们温暖的家。 天色已晚, 不好过多打扰。 摄制祖便匆匆告别, 并帮她将门再次序言上。 约好天亮再见, 其实这样的门, 关与不关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天一早, 摄制祖到来时, 米拉和孩子们也一起床, 山里人睡得早, 起得也早, 此时她正蹲在地上烹煮早饭。 尼泊尔人做饭的方式, 大同小异, 都是在室内就地烹煮食物。 屋里早已被熏得乌七马黑, 米拉今年四十五岁左右, 养育有四个孩子, 有的孩子并没有跟她在一起生活。 借着日光,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米拉家的陈设, 棚内四周堆满了杂物, 四处透风的围墙, 夏日还能勉强凑合。 冬季气温下降, 大雪封山后, 很难想象他们十几年的日子 是怎么过的。 她的床在我们看来, 甚至更像垃圾堆。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米拉补育了四个孩子长大。 米拉家里, 除了两头猪几只鸡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由于带着孩子, 不方便耕种, 她只是力所能及地在山坡上, 胡乱种了些玉米, 贴补一下口粮, 还好有爱心人士 给予了关爱和捐助, 经常给他们送来 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 米拉虽然日子很苦, 但是并不爱抱怨, 甚至时常面带笑容, 她并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 最大的信念, 就是盼望着丈夫的归来, 和看着几个孩子慢慢长大, 虽说眼前的日子太苦, 但终将都会成为过去。 锅里炒着的一小把豆子, 就是孩子们的零食, 在这里他们从不奢望大鱼大肉, 只要能够每天填饱肚子即可, 孩子们也非常懂事, 平日里从不撒娇也并不苦闹, 从不会像母亲索要什么。 懂事的哥哥, 有时会帮着母亲照看妹妹, 苦难的确容易令人成长, 连这个一岁多的婴儿也十分乖巧。 米拉趁着女儿安静的时间, 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昨天剩下的米饭从锅里产出, 在此加水熬煮即可, 这一盘剩米饭不敢随意浪费, 因为这包含了社会各界的爱心, 虚黑的平底锅里, 装着的是他们的蔬菜, 一般的蔬菜他们都不会清晰, 因为这里用水不便, 米拉没有时间下山打水, 他们的饮水就靠眼前这个小水坑, 水质实在令人堪语, 米拉一家的生存状况何其凄惨, 设置所的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大家为米拉这一家人, 为这几个可怜的孩子, 落下同情的眼泪, 坚强的米拉似乎早已吸一杯肠, 表情淡然地洗着他们的饭碗, 艰苦岁月令她面容疲倦, 却没有压垮她的信念, 母爱让她变得无比坚强, 她要用自己的身体呵护着幼小的孩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设置所将展开对米拉一家的援助, 为坚强的米拉点赞吧, 感谢观看, 谢谢关注, 下期更精彩。